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派三书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十九集 大规模的写迹在汉族正史中并没有记载 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遗址中有菱形的发现 可惜由于语言文字的失传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 而少数民族的祭祀圣地都是非常神圣的 不仅有人把守 而且还会由祭师施下某种艺术 以保护自己的神不受骚扰 在少数民族的传说中 施法的过程非常的神秘 这种艺术流传到现在 给神话成了小说里无所不能的古术 梁师爷又说 古术啊 自魏晋南北朝那时候起 分了一分 到宋代又是一分 秦之前的古术非常厉害 简直和现在的超能力差不多 但是所有的蛊都是由虫而起的 蛊术在那个时候就叫做敏虫术 这些戴着面具的猴子和干尸 鬼秘莫名 可能啊 就是这种远古蛊术的产物 他曾经听说过一种蛊术 叫做吃蛊 可以将人变得非常有攻击性 而现在藏在面具后边 嘴巴位置空腔里的 那种深入喉咙的虫子 可能就是古老的吃蛊原形 这种虫子也许可以影响动物 或者人的神经系统 攻击外来的陌生人 所以当将他们的面具击碎之后 那只猴子就恢复了吻性 开始本能的远离我们 吃蛊能够在宿主的体内繁殖 等到宿主死亡之后 他们会依附在某个地方 比如说这种面具的空腔里 等待着下一个宿主的靠近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寄生过去 这具干尸说不定就是当时在这里狩猎的猎人 不走运碰到了休眠状态的吃蛊 结果中了招被这种古老邪术给害了 当然这种东西完全没有记录可循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过面具之中藏有虫子 且深入人猴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要小心防备 听到梁师爷这么说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其实在来之前老爷子给我的资料里面 也提到过相似的事情 但是当时我只是草草的看了看 心说这不是和美国电影的桥段一样吗 没想到还是真的 想不到老美的科幻片 还得借鉴我们老祖宗的技术 真不知道该说光荣好啊 还是惭愧好 转头看去 诡异的干尸仍旧一动不动的挂在那里 惨白的面具似笑非笑 似乎正在等待我们靠近 老仰脸色有点难看 犯了嘀咕 问梁师爷 你说的也太恐怖了 那如果给这吃骨负上了 马上扯下来总没事吧 不会有啥隐患吧 我也没中过 吃骨很难解啊 我想要是给负上了 绝没办法简单地扯下来了事 这种事情咱们还是预防为主 这些干尸我们尽量别靠近了 太叔也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他这样的老江湖 估计总不会是失足吧 要小心一点 老仰皱着皱眉头 想说什么又没出口 我就问他 照着现在这个样子 还要爬多长时间 如果上面全是这样密集的枝呀 估计累死也到不了顶 老仰对我说 上面还会稀疏起来 当时他爬的时候 只有一只小手电 照明很差 没有注意到这些干尸 也没猴子来袭击他 所以 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什么地方 不过反正 自古华山一根株 你往上爬 总不会爬到其他地方去 我感觉 此地不宜久留 就招呼他们 先过了这一段再说 和梁师爷一起的 还有一个胖老板 此人大有可能在我们上面 要是给他先到了顶上 那就麻烦了 要是埋伏起来 我们三个说不定啊 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老仰说 说 说的有道理 你等一下 我打一发 照明弹 看看上面 有 有什么埋伏没 说着 他拿出了信号箱 对着上方 笔直的就开了一枪 信号弹 飞到顶端 并没有撞到头 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种子弹 最起码能打到 二百多米的高度啊 难不成 还有二百多米要爬呀 那可真是要命了 信号弹烧了起来 向上看去 果然再往上不远的地方 枝崖又稀松了起来 想不通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而且从下面看上去 二百米的范围 也不是无法目击 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 虽然无法说出那些是什么 信号弹落起来 老仰注视了一段时间 哎 看样子 那胖广东老板 没埋伏在上面 说不定 就太叔一个人活着 进到这里了 毕竟外面那棺材阵 不是那么好 哎 那一些是啥东西 信号弹落到离我们 还有六十几米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一段的青铜树干上 有不少凸起的东西 仔细一看 我就觉得后脑一麻 冷汗直冒到了脚跟 整个足有十米的一段距离 青铜树干上 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脸 不 应该说是那种诡异的面具 信号弹均落下来 滑过这一段区 这些脸冻了起来 纷纷避开灼热的光球 看上去 就像一只又一只长着人脸的甲虫 这些应该就是梁师爷口中所说的 吃骨的正身 古人将他们养在特殊的面具里 在如此诡异的景象 看着我寒毛之数 梁师爷说起来慷慨 一见到真的 也不行了 颤抖着对我说 两位小哥 这些都是活的 这些吃骨在面具底下浮着着 怎么办 我们怎么过去 别慌 你看他们对信号弹的反应 这些东西肯定怕光怕热 我们把火把点起来 慢慢走上去 他们不敢碰我的 我摇了摇头 别绝对话呀 信号弹的温度和亮度非常高 他们当然怕 火把就不一样了 你别忘了 刚才那些猴子 碰到信号弹都逃了 但是你用火把吓他们 他们只不过是后退一下而已 我估计 你打着火把上去 不但通不过 还会给包围起来 到时候要脱身就难了 那 那 那你说怎么办 你是不是有 有有啥主意了 现成了主意我没有 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不知道成不成 哎呀你你我我知道你你你鬼主意多 你你快说 我指了指几十米开外的岩壁 直接这么上去太危险了 如果真的像梁师爷说的 这些活面具肯定有什么法子能爬到我们脸上来 硬闯肯定会有牺牲 我们不如绕过去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荡到对面的岩壁上去 上面这么多窟窿也不难爬 我们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老仰看了看我指的方向 这这这这么远 哎 这这 当过去 我点了点头 比划了一下 我脑子啊 就这么一个想法 我们不是还有绳子吗 你拿出来看看够不够长 如果这招不行 我看只有下去 下次带着喷火气过来 老仰拿下盘子腰间的绳子 这是从太叔身上扒下来的装备之一 上面有UNAA标签 世界上最好的登山绳 特种部队都用这个 看样子 他们也挺舍得花钱买装备的 我早在去鲁王宫之前 曾经帮三叔采购过装备 查了大量的资料 所以我知道这种绳子 如果直径在十毫米以上 几乎可以承受三吨的冲击力 什么叫冲击力啊 就是突然下坠的力道 支持我们三个人的重量 这绰绰有余 强度足够 只是不知道长度够不够 老仰将它垂下树去 目测了一下 不由的叫了一声 糟糕啊 绳子总长 只有十几米 要到达对面 还差很长一截呢 哎呀 这怎么办呢 就算把我们的皮带揭起来 也不够啊 我捏了捏绳子 发现这是十六厘米的双骨绳 不由的灵机移动 没事 咱们把这绳子的两骨拆了 连成一条就够了 哎 小吴哥 行不行啊 这绳子这么细 不会断吧 你看 这简直比米面还细 你可别乱来啊 梁师爷 国外登山杂志上 是这么说的 总不会骗我 我将绳子外面的 单只外网层撸起来 抽出一条 非常细的尼龙绳 自己也咽了一口唾沫 真他娘的太细了 按照常识来说 这么细的绳子 肯定没办法 承受我们的重量 不过国外的资料上 确实是这么说的 八毫米直径的这种 加强尼龙纤维 可以用来做登山的副绳 只要不发生大强度的坠落 是不会轻易断的 当然 使用这种绳子 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 一般都是两条一起用 我们只有一条 还要请上帝多保佑啊 我想 还是相信高科技吧 总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将接好的绳子 递给老杨 他从背包里 拿出一只水壶 用一种水手节绑好 用来当作重物体 用力甩向对面 失败了好几次后 终于绕住了对面的一根石笋 一拉 绳子绑紧 固定的非常结实 哎 行了 他妈的总算搞定了 老吴 这绳子不去说他 对面这些石头 可靠不靠得住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我一边说 一边想着 如果石头靠不住 会怎么样 我大概会给挡回到青铜树 这一边 运气好一点 撞到树干上 撞个半死 运气不好 就直接给树上的枝芽 插成筛子 绳子的这一边 也给绑在一根青铜枝芽上 老杨打了个比较特殊的结 好让我们过去的时候 可以在对面将这个结解开 这个结非常的复杂 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问他 哪里学来的这种本事 他说是老李 一切准备就绪 我最后扯了扯绳子 确认两边都已经结实了 就招呼他们开爬 结果 他们两个人都没动 我看了他们一眼 发现他们正用一种 打死也不第一个爬的眼神 看着我 显然第一个上这么细的绳子 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我又叫了两声 两个人都摇了摇头 我只好按骂一声 硬着头皮 自己先上去 上去之前 我将身上的拍子疗和背包 分别交给了老杨和梁师爷 尽量减少自己的重量 这些东西可以绑在绳子的那一头 等一下老杨隔空解绳子的时候 将他们一起荡到下头 再拉上来就行了 老杨对对面的那些煽动也不太放心 就将他的手枪塞给我 如果碰到什么突发事情 也好挡一挡 我感叹了一声 大有劣势赴死的感觉 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 就转头向绳子爬去 脚离开绳子那一刹那 我的神经几乎就和这根绳子绷的一样紧了 眼一闭牙一咬 就准备听绳子断掉的那一声脆响了 结果那绳子竟然支持住了 只是发出了一声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咯吱声 那是两边的结突然收紧发出的声音 我心里念着 别往下看 可是眼睛还是不由自主的向下瞟了一眼 我的天 我伸咽了一声 马上转过头去闭上眼睛念阿弥陀佛呀 老杨叫着 喂 老我 你磨蹭什么的 快爬呀 你待在上面更危险 我问候了老杨的祖宗一声 深吸了一口气 一动手脚 开始向对面爬去 这种绳子有一定的弹性 每走一步都会发生非常剧烈的抖动 我爬得万分惊险 加上绳子实在太细 非常抠手 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爬到后来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踩到了实地 我的脚马上一软 抱住那根石损就摊成了一团了 在那里大声喘气 火把在我这里 我点起来 插到一边 看了看老杨他们 看见梁师爷正哆哆嗦嗦地爬到绳子上去 老杨拉住他 让他先别爬 叫我先看看这边的情况如何 如果不适合攀爬或者有别的危险 可以省点力气 我看了看四周几个岩洞 都只有半人搞 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不过经过千年雨水渗透 上面也出现了不少刚形成的钟乳 里面很潮湿 这些岩洞开在这里 可能和当年铸造这根庞然大树的工程有关系 往上看去 这些岩洞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四尺 虽然爬起来不会太连贯 但是也不至于很困难 岩洞里面空无一物 没有什么危险 刚才在树上看到洞里有什么东西 大概是光影变化造成的错觉 在这样幽暗的地方 神经难免会有点过敏 我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再次确认 然后抬手给老杨打招呼 老杨拍了拍梁师爷 让他先走 后者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脸 爬上了绳子 向我移动过来 看梁师爷爬绳子 简直是对神经的考验 期间过程我就不说了 十分钟后 我总算把一滩烂泥一样的梁师爷 拉到了我这边 最后就是老杨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电绑在自己手上 又把那边的结检查了一遍 才小心翼翼地爬上了绳子 他爬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到了绳子的中间了 这个时候 我这边副绳子的尸损 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声 三个人同时不动 老杨一脸惊恐地看了我一眼 我回过头去一看 心里咯噔一声 十损上面出现了一道裂痕 腰倒霉呀 我转头大叫 快爬 这里顶不住了 我叫了几声 老杨却一动不动 直勾勾地看着我 然后竟然开始后退 一边退还一边打手势 好像让我也回去 干什么 我心里想 突然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老杨拼命地指着我们头顶 一边小声地叫道 快跑 快跑啊 梁师爷和我奇怪地抬头一看 我一下子就惊呆了 刚才还空无一物地掩壁上 竟然已经爬满了那种人脸面具 响哭促动着 一边发出稀缩的声音 一边潮水一样 像我们缓慢地围了过来 乍一看上去 就像无数的人 贴着墙壁俯视我们一样 我这时候真想抽自己一个嘴巴 真他娘的笨 树上又吃骨 怎么就没想到 岩壁上也会有呢 这下子完蛋了 难不成我的下场 就是变成像那些猴子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干死 那还不如一头跳下去痛快 老仰看我们发呆 别发呆了 回来把绳子割了 我一听反应了过来 几步跳回到十损边 用力一踪 跳上绳子 冲击力将绳子猛地往下一扯 十损发出一连串 令人毛骨悚然的开裂声 没等我抓稳 梁师爷也跳上来了 绳子一下子给拉长了十几公分 崩到了极限 我马上听到一种非常不吉祥的声音 然后啪的一声脆响 世界上最结实的绳子 也终于晚节不保 断成了两段 八毫米宽的绳子 果然无法承受三个人的重量 随着一声脆响 铜树内一边的打结处给拉断 我们像荡鞦韆一样 划过一道大弧线 重重地撞到了一边的岩壁上 给撞得七荤八素的几乎吐鞋呀 最下面的老仰撞得最厉害 一时抓不住绳子向下滑去 他慌忙扒住了边上的石头缝起 才停住了身子 我和梁师爷也好不到哪去 我的脑袋划过一道岩棱 给磨出了一道口子 鲜血直流 梁师爷垂直掉在那里 吃不住力气 绳子在手心里打滑 一下子就撕溜到底 幸亏下面还有一个老仰 才没掉下去 上面石损继续发出开裂的声音 随时有可能断裂 我赶紧伸手 抓住边上的中乳猪 挑了过去 然后把梁师爷也拉过来 梁师爷吓得够呛 抬头就直说谢谢 才说了一句 突然一张面具就从上穿了下来 一下子抓在了他的脸上 也好